在美国最高法院里推翻宪法堕胎权的意见草案泄露之后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誓言要捍卫堕胎权利 加拿大政府将采取行动 确保妇女的权利能够得到适当的保护 加拿大家庭儿童及社会发展部部长卡琳娜·古尔德表示 美国妇女将能够在加拿大进行合法堕胎 特鲁多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妇女有权安全合法地进行堕胎 他强调政府会继续在本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捍卫女性权利 他还要求卫生部长杜克洛以及妇女性别平等和青年事务部长伊恩 就制定堕胎服务相关法律框架进行研究 以确保在任何一届政府的领导下 女性权利均会受到保护 而加拿大政府去年已经向争取和支持妇女权利的组织拨款4500万元 当局也正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妇女在寻求堕胎过程当中出现的困难 并且寻求解决方案 郭尔德表示 当局计划为加拿大卫生法引入新规定 以堕胎服务在医学上具备必要性为依据 将相关服务纳入公共资源范畴 为各省提供清晰指引 新民主党党领早免成则表示 许多农村或原住民社区妇女因居住地而无法提供堕胎服务 被迫开车到远处求医 他强调 执政当局不应该只谈保护 更应该确保妇女有足够的途径 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安全堕胎 当局也应该推出包含病人药物在内的全国药宝 通过为大众提供可负担的病人药保障公民的生育权 当地时间5月2日 美国媒体披露 美国最高法院一份98页的议件草案 该草案意图推翻数十年前的 罗伊素韦德案和凯西案裁决的结果 这两起案件保障美国妇女堕胎权合法化近半个世纪 这份被披露的草案 已经获得五名保守派大法官的投票通过 如果大法官们按该草案做出最终的判决 美国宪法将对堕胎权的保障就此结束 美国各州将有权决定是否禁止或限制妇女堕胎 在美国最高法院已推翻宪法堕胎权的议件草案泄漏后 加拿大总理加斯汀·杜鲁·杜鲁多誓言要捍卫堕胎的权利 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保护妇女的权益得到适当的保护 加拿大家庭儿童及社会发展部部长卡林纳·古尔德表示 美国妇女能够在加拿大进行合法堕胎 杜鲁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妇女有权安全合法地进行堕胎 他强调政府会继续在本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捍卫女性的权利 他还将要求卫生部长杜克洛以及妇女性别平等 和青年事务部部长伊恩就制定堕胎服务相关的法律框架进行研究 要确保在任何一届的政府领导下 女性权益都会受到保护 而加拿大政府去年已经向争取和支持妇女权益组织撥款4500万元 当局也正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妇女在寻求堕胎的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并寻求解决方案 古尔德表示 当局计划加拿大卫生化引入的新规定 以堕胎服务在医学上有必要性为根据 将相关的服务纳入公共资源范畴 为各省提供清晰的指引 新民主党党领祖缅成就表示 很多农村和原住民社区的妇女 因为居住地无法提供堕胎的服务 被逼开车到远处求医 他强调 执政当局不应该只是谈保护 更应该保护妇女有足够的途径 可以在更多的地方进行堕胎 当局也应该推出包括 含被孕药在内的全国医保 通过为大众提供可负担的被孕药 保障公民的生育权 当地时间5月2日 美国媒体被披露 美国最高法院一份98页的意见草案 该法案意图推翻数十年前的 罗伊素维德案和海西案的裁决结果 这两项案件保障美国妇女 堕胎的合法权益近半个世纪 这份被披露的草案 已经获得5名保守派大法官投票通过 如果大法官们按照该草案作出最后的判决 美国联邦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就此结束 美国各州将会有权决定是否禁止 或者限制妇女堕胎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